3 2 1 起动 掌声推 为了避免地球暖化 需要各界一起来努力 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特别规划了基隆市ESG 城市永续发展论坛 邀请产官学员一起互动交流 目的是让基隆的产业能够永续 实际投入减碳旧地球的具体行动 因此这次邀请了许多企业顶尖人士 与基隆产业领袖 跟各单位互相交流凝聚共事 大家都知道大气是变频空调的领导者 我们推出了变频空调以后 我们的整个空调的比例 2019年是75% 在2025年会超过市场的98% 就是几乎都是全变频 再来其他设备的话 除了家用空调 其他的可能一些比较 其他像冰水机或是其他的 也会达到提升5到15% 那我们大型的VRB也达到了100%的 所谓的变频化 论坛现场贵宾云集 基隆市副市长邱佩玲出席论坛致辞 另外包括议长佟子委 立委参选人林佩祥 官销处代理处长郭宪平 产发处长林鼎超 并由全家便利商店副营运长黄俊毅 国泰金控投资长陈淑芬等贵宾 分享七大企业如何来做ESG 达成基隆共好干净家园 今天很开心我们可以办这个活动 让市政府办一个平台 让所有企业参与跟了解ESG的重要性 那我们过去最近做了一个很成功的案例是 我们耗到四大超商 然后还有麦威登 还有麦当劳 还有全联 总共11家 总共有7百 1000多家 对不起 1000多家的这个门市 他们在一公里之外 他们要负责干净打扫 然后跟基隆一起创造一个 永续美好的干净家园 我觉得这是不容易的 因为所有在地的厂商愿意认知这个重要性 愿意出现他们的人力 然后跟基隆一起共融共好 是我们觉得很骄傲的 我想如何发展永续城市 是我们一个普世的价值 那现在政府的这个重要战略方针是 近临转型 南渊转型 然后我们在基隆 当然也在我们的国家的一份子 我们大家也共同努力 今天非常感谢关销处 特别举办相关的论坛 让我们的产观学研 都有机会来大家共同讨论 希望辅导我们工业区 在近临转型上面可以成功的转型 那我们未来发展蓝色经济 蓝色观光 还有我们的青创等等相关的产业 也都共同朝向这个目标 那我想我们基隆是世界的一份子 我们会共同来努力 当海边界上升的时候 基隆港和平港会被夜幕过去 所以在基隆 我们可能要先比人家 更先进一步的 来去做这个永续发展 去针对寻求能化 做更进一步的拓展 而在这边也是 在这边的高度肯定 我们基隆市政府特地办了这个论坛 来去support 去支持我们全球化 在基隆市的海洋城市 但社会海洋城市 我们就要对海洋文化 跟海洋的现况 有比人家更深刻的了解 另外论坛上也要请在地创业青年 品仙渝创办人王岐顺 宇都漫步创办人苏小兰 来分享青年回乡创业的历程 与创造共融 基隆市政府官销处 期待借由这次论坛 凝聚更多的社会力量 记者黄日生 陈淑萍 基隆报道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